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3日 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给意大利的新任总理 叫德拉吉发了贺电 李克强在贺电当中怎么讲呢 讲到意大利是中国在欧洲 在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 说去年以来两国高层保持密切的互动 政府间合作机制 有效的运作 双方攻克世界团结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综艺友好 更加深入人心 他说我愿意同德拉古总理一道 提升综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中方愿意支持贵国担任 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工作 共同为推进国际 抗议合作和全球经济复苏 做出积极贡献 这个贺电很简短 观样文章 没有什么新意 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贺电 这个贺电 那么 如果你仔细想一下 就可能不那么简单 这件事 为什么呢 你看 才几天的事 也就在1月3号 你想 这个中共的海关 对到港的两个集装箱的 意大利猪肉 进行了检查 检查完了以后 认定什么呢 认定这个 这批猪肉 有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 你想 当时这网络上 炒得非常热 其后 中共果断地停止了 对意大利这个进口了 意大利很生气 你想 这个以传国新冠肺炎病毒 就风险为有停止 对意大利猪肉的进口 这对意大利是一个损失 意大利有个别称 是什么 欧洲的中国 很多中国人在那里 据说中国在那边 渗透也非常厉害 可以这样讲 在所有的领域 几乎中国都很厉害 了不得 而且疫情又最严重的 严重就是和中国有关系 因为什么 他和中国的 老百姓和中国的来往 特别频繁 说这个事件 在这个意大利 引起舆论连锁的反应 政界人士和新闻界 分纯报道 非常愤怒 表达意见 那么这个 有一个意大利电视节目 叫正面与反面 这个在意大利上 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一个平台 舆论平台 近日播出了专题节目 探讨 有收访者表示 意大利猪肉 有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 是中共当局的借口 这很生气 目的则是拒绝 进口境外肉类 又不想陷入矛盾冲突 那么甚至这个赤博上阵 指责中国了 还有这个 前总理 不是现在总理 前总理 叫北方联盟 党魁 马太奥 萨尔维尼 就日前在这个推特转发 这期节目 视频 并称什么呢 中国人就差把病毒责任 损给意大利人 我们知道 中国自从发生 这个肺炎之后 这领导人不是自责 不是承认 这个工作当中的失误 更不可能承认是罪行了 连这个工作 就是不当 就是浩大喜功 刚毕自用都不承认 那更不能承认 什么生化武器了 对不对 就怕人家罪责所赔 死要面子 硬承着 这个 坏事当着好事 好事讲 丧事当着喜事 喜事败 到现在你看 李克强这个 这个报告 这个贺电当中 也是简短的提到什么 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假如要说 这个疫情在支离之处 是我们当时 做这个做的 这个不周到啊 这个结果造成 蔓延了全世界了 就感到很通信 愿意帮助意大利 这个我想可能这样讲 更好一些啊 更符合时机啊 你看今天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现在这个拿出 这个报告之后 这个给中共 这个涂指摸粉啊 现在也后悔了 为什么 有更多的 专家提出质疑啊 这个其实 严利孟的这个教授 严利孟专家 早就 这个在几个月前啊 就已经把这个 这个 非常有舒服力的证据 拿出来了 就所以说 就意大利肯定是 非常生气 你这个不买我的猪肉瓦 你还把这个责任 推到我身上 是从我身体检验出来的 就新冠 那很生气 我估计做出这个决策 肯定我自李克强做的决策 李克强在中国 你想现在随于摆荡 这个习近平政治局 这个 大班长的跟班啊 权力空间基本上都没有了 这个 这个在中国 过去的总理当中 少见的 你想毛泽东实在是 毛泽东是管大事 基本上小事都是 国务院系统都是中来的 那时候我比较年轻 经常看 媒体报道啊 都知道 后来也是一样 上一期 你想 温家宝 那个权力 这个 现在李克强哪能比啊 不可同日而语啊 所以 李克强肯定心里是不爽 不高兴 只好 暗中抵制啊 每一次都是进行这个修补 修补率不到位 而且修补也没用 因为习近平办事太 非理性化 特别的情绪化 赌气 做什么事都在赌气啊 赌气治国 赌气外交 赌气抓人 赌气做生 你想这个就属于这个 把新冠这个风险 推到意大利身上 进口注入身上 我是不相信 这完全是一种 也是赌气 也不知道读了哪里的气 哪里的气啊 每天都在升气 那所以李克强 只有同我这个办法 就是一看 这个算是新任 总理上来了啊 既然以前 关系都已经搞破裂了 这会儿千万别再 这个 再搞僵了 一个朋友没有 你想现在中国 你想 在国际舞台上 这个 哪有朋友 都不如毛泽东那个时代 对啊 毛泽东的时代 还和尼克松那铁哥们啊 这个一直是 这个 互相自己 友谊不断的 而且承认是两个人 就是意识形态 完全不同的国家 社会制度完全不同 而且好得不得了 共同的 抵制这个 前苏联啊 这是远交进攻的 中国古代的 先人智慧的一个 升华和发展啊 很成功啊 这个 习近平全抛弃了 美国的关系 不搞啥了 现在刚刚开始往回走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负在拜登身上 那么和加拿大 加拿大历史上 因为我都是 有亲身体会 这个国家基本上 他不得罪人啊 真是太好了 太温柔了 温柔的像 总理像小女孩似的啊 这个真是扑萨吸引的 结果也是 把习近平得罪了啊 那当然 特殊多也有责任 这个在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上是 这个的确是 可以这样讲吧 是跟着美国这个 这个 用东北话叫吃瓜闹啊 可能别人都听不懂 就是受他这个 美国的 就牵连了啊 其实这个事和加拿大 这也没有关系 他只不过是 要到墨西哥 过境这里 结果给人扣起来 扣起来 美国到现在 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不吃亏了 加拿大吃了大亏了 因为什么 加拿大正敢着碰上 温柔的特殊多 碰上了一个 霸道的 赌气的这个 习近平啊 他咽不下这口气 你抓我的人 而且习近平和 孟晚舟 他弟也是铁哥们啊 那肯定得给他 讲话 所以 这个抓了这个 斯帕夫啊 还有这个 叫康明凯的 还有个西伦布尔格 不是 毒贩子 以前都准备 给他免死了 现在准备要判死刑 这个也是跟加拿大 搞的是真枪 真到真枪的 搞得清江 其实原本 有一段时间 这个事我就不说了 那么这是加拿大 还有这个 澳大利亚 更不用讲了 抓了这个 异议人士 杨洪军 还有成蕾 这个原因就是 这个澳大利亚 也是对中国 这个新冠的问题 态度非常强硬啊 其实非常鲜明 估计是应该 我看那个叫 这个有一位 香港的袁先生啊 讲 说他是这个 呃 因为 顺利军 把这个 病毒这些事 告诉他老婆了 他老婆告诉 这个澳大利亚的 情报公司 所以澳大利亚是第一个 站出来 谴责中国 中国大弄 大弄就开始 整这个 澳大利亚 没也不没了 宁可老百姓 挨动啊 停电 大面积停电 也不没人家没 结果 造成这个国内 拐一个弯 到别人拐下去 国家去买啊 花更多的钱 也是毒气之国 你再看英国 这更不用讲了 新港 香港反送送运动啊 把一国两制的承诺 抛弃了 一国两制 你想香港基本法 五十年不变 这个是在联合国眼前 就是有备案的 全世界人都看到了 习近平不管 习近平信价 我得给香港拿回来 拿回来 这个对我们的家族有利益 有利益 有好处啊 对不对 你像栗战书 他的女儿在那里有大灾 习近平的结果大灾 你想他拿回来 当然自己说了算了 你苹果日报再报道 再报道 再整你 所以这个也搞得 英国很生气 一生气 你看英国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 整中国 包括抓间谍啊 这个最近就还把这个 这个中央电视台 有情道给关闭了 中国反制 又开始赌气 BBC 落地这个 也不行了 这等等 你看英国的关系 你这次这个 这个法国的关系好吗 略微好一点 好怎么今天 法国的军舰 也上南海去了 去弃习近平 说明也并不好 这个日本呢 日本关系 建议委 对不对 也导向美国 你说这个 这个习近平搞这个 外交政策 哪有 一个朋友 但是 还 这个 完全 就不认账 还竟然 人民如果发表文章 就 习近平全方为 大国外交 取得胜利 是真有意思 所以连这个 瑞典都打起来了 你想 瑞典是什么国家 这以前都是 大哥们 都爱护了小弟弟 结果 因为瑞典也好得整 就为了这个 阿海这个事 阿海就写本 小书吧 你算什么东西 每个人年轻时代 都有一些浪漫 故事 画面新闻 领导人写一些 也无伤大雅 结果 形式动作 抓人也是 搞得 也赌气 赌到今天 瑞典的关系 也崩塌了 你说和拿贵 好 可能就升了欧洲 德国了 所以 彭丽媛为什么 给德国的 中学生写信 就因为这个 就这么一个朋友 这李克强 以他意大利 换总理 这个机会来了 赶快 修补 其实也表现了 从一个角度 表现了 李克强对习近平的 政策的不满 但是 满肚子苦韻 没有办法 为什么当年 让他上来 是不是 你们都在一起工作 最了解他 像我们都是 格杉 在这下议论 也都抱着良好的愿望 希望中国能政治体制改革 你说习近平他都上来以后 如果在 2012年 也就是 重走改革开放之路 还去看他 挖把那个墓地 邓小平的墓地 清车减从 那时候你说 他顺从海外自由派制分子的 议论 你说搞得政治体制改革 哪怕相声性的搞一下 平反六四 提升基层民主选举 平反冤假错 那你说他现在是什么形势 既不能发生这个新冠 也不能和美国贸易战 美国 从总统参谱来的话 不要带他到故宫 你带故宫不羞辱人家吗 你给他带到这个 海南呢 这样的大花园 让他玩一玩 是吧 那就蹦高乐 你让人看那个故宫 你想带一声灰气 回去后你就散脸了 就习近平就像李瑞讲的 小学生嘴边啊 这个实在是素质太差了 昨天我听那个李南阳讲故事 听完以后我觉得 就确实是他爸爸了不起 因为他爸爸读两个大学 早到天大学毕业 你想 这个李瑞还是中华民国的 这个众议院的一员 你想想 他看习近平 他不成是像笑话一样 混到今天的程度 竟然想当皇帝 这个实在是 具有一点点 这个 比较的 比较系统的 完整的 读过书的李克强 肯定看不上他 所以李克强用这种 像意大利新人中心 发核电的方式 实际在抵制他 也在缓和中义的关系 因为外交关系特别重要 你在一个 就像一个人在一个村子里 生活 你左铃右手 天都干脏 到最后 自己的结局是很惨的 一样的 在国际社会上 你就再强大 再有什么核武 你也不能 人人都得罪 假如要真想和美国开战 你得团结所有的人 然后再和美国开战 才可能胜利 你否则是必 亡党亡国啊 所以为什么 海外承西 今天会假如死 原因就在这里 李克强也没有办法 李克强劝不了他 人走到这一步以后啊 就是绝对的权力 导致绝对的疯狂 没有任何的办法 所以李克强今天还是 我看这个举动不错啊 还知道 让人发个赫电 就等于道道歉吧 微晚道道歉啊 就多争取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